現在我要來示範一下如何使用這個軟體 首先很簡單,你就先隨便打開一份我給你購買的PLR的文章 然後就整個把它Copy 然後擷取你要的部分 你最好有先做過一些整理 我是建議你PLR文章都要做一些修改 不過對影片來講是沒有這個需要 像我現在示範,我貼上去這一段 這個軟體的使用很簡單 基本上它一行就是一個畫面 譬如說我這樣子分段的話 這樣子它就會出現這一排就是一個畫面 然後接下來就會跳這一段 OK,所以很簡單 那只要它換函呢 基本上就是像這樣子就是一段 OK,那我現在就簡單的換幾函 好,那這邊就OK了 那至於文字的字型 你可以隨意的去調整 就是很簡單 像我這邊就調整粗體這樣子 那大小30 OK,好 然後呢你可以設置背景 那背景顏色呢 就看你要什麼顏色都可以 那你也可以是白色 那我這邊選一個簡單一點的綠色好了 按確定 OK,那這個是預覽 也就是它顯示的大小 大概就是這樣子 字體的大小 好,然後呢 接下來呢你要選擇呢 這個影片的播放速度 OK 好,所以呢它速度有分好幾種 就是normal就是正常 然後fast就很快 快 然後fade fast非常快 hyperdrive是超級快 然後slow就慢 非常慢 超級慢這樣子 那正常我就用正常 OK,那你如果聽了覺得速度不夠快 你可以再加速看看 好,然後呢 這是呢輸出的資料夾 那你當然自己要選好 你要輸出在哪 它會有一個預設的資料夾 放在 document my document 我的文件那邊 OK 然後呢 這是呢 語音檔 所以你要自己架設一個語音檔 OK 那它會有一個folder 那你可以選 像我是在這裡 買桌面的我的文件 然後 這一個資料夾裡頭一個music 這個music是我自己設的 OK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裡 那這裡啊 你就是把呢 你就自己加一個資料夾 然後把呢 你有這個音樂的都輸入進去 OK 都把它放進去 解壓縮之後放進去 這樣子 那你就記得在這個資料夾 去選音樂就可以了 那它基本上齁 你資料夾選好了 像我這樣選一次給你看 好 然後呢 資料夾選好之後 它並沒有辦法 就是讓你選 你要哪一首音樂 這是它目前功能上的限制 它會隨機的去挑選一首音樂 所以如果你不是很滿意 你這一首的話 你可以就是再 再讓它跑一遍 下一步就是呢 就是 命名 就是檔案名稱 它原則上都是 點AVI檔 都沒有差 OK 然後呢 接下來呢 就是按Next Next之後呢 它就開始轉換了 它現在就是 有一些流程 要等它去跑 然後現在在創造影片 然後等一下呢 就會 把聲音加上去 如果你沒有選擇聲音呢 它跑出來就是沒有聲音的影片 好 那現在呢 再加上 它現在在隨機挑選一個 聲音 加上去 好 最後呢 它這邊就寫 影片創造成功了 那你呢 它的資料夾呢 這邊 Open Location 就是打開這個 儲存的資料夾 建議你用這個 把這個資料打開 你按OK的話 它就是 這個視窗就消失了 好 那像就是這一個檔案 這就是我剛剛創造 我用綠色的背景 那我們現在打開一次來看 那有沒有看到 它就會有個聲音背景 然後呢 我剛才 每段行的 都會變成一個一頁 這樣子 創造影片的速度 就很快 而且再加上我們這一次 給你的PR 你可以呢 很輕易的把名字 改成你的 然後呢 就可以很快的 上傳到YouTube裡頭去 然後為你的 這些影片呢 創造流量 那記得在這個影片下面呢 在YouTube的影片下面 要放上你的 名單結企業的連結 或者是你想要推廣產品的話 放上你的推廣連結就對了 OK 所以大家看到就非常簡單 當初我製作這個時候是很麻煩的一件事情 就是 麻煩啦 沒有像這邊那麼簡單 OK 所以呢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文字轉成影片的轉換軟體 那當然有更複雜的功能 你在網路上也會找到更複雜的功能 但是我個人覺得 這一個呢 已經呢 OK了 它就是 是屬於 要將文字轉成影片的這個初學者 適合用 那更進階的版本 其實你上網找都比這個貴太多了 而且再加上這一次呢 我們甚至呢 有提供 轉售權給你 可以讓你拿去賣 OK 所以這是不得了的 不得了的交易 OK 所以呢 希望你會喜歡 那我們就示範到這裡